一 二 三 担任一具店長把上針蛋的泡泡打破 再放上專屬杯原子 就如同他無悅的表演名稱 脫口秀藝人曾博恩 準備站上台北小巨蛋 19成8吧 剩很少很少 有想過會賣這麼好嗎 其實一開始 從來沒有還過 對票房超有自信 畢竟就連先前掀起議論的 盤子錫十萬元四張也賣光光 他就是一開賣 那四張全部就直接消失 然後我們就一直在觀察 真的有人買這個東西 你就知道台灣經濟其實沒有不好 我覺得一定會有 沒有 我現在都可以講一些 開玩笑的答案 說不會 他們四個就坐在正中間 然後我到時候挑觀眾互動 我挑他們正旁邊那個 受訪跟平常演出一樣搞笑 當時博恩就說 這票價就像江泰公釣魚 果然現在四隻魚上鉤 但粉絲好奇真的沒有嘉賓嗎 但這天的博恩聲音有些沙啞 他說隨時都快要裂掉 畢竟下週就要前往新加坡大馬表演 壓力大到常崩潰 因為我很常在家裡面崩潰 然後他說你不用崩潰啦 反正大家對你期待本來就不高 然後我說好好好我知道 他要讓我知道說 對對對我沒有什麼了不起 小巨蛋沒有什麼了不起 也許就是要互相傷害才能有靈感 博恩還透露時常上街閒晃 看路人兩三個小時就蹦出想法 到底這回會端出什麼樣的表演 常上街 TVBS新聞 林一傑 莊喜元 巡天 三軍小組 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記者 李宗盛